大家好,我是司马凯林 这一回家就要干活啊 这个,我父亲 这是我父亲的车 现在要出去了 我上期视频呢,拍了我们家有那么多豆子 大家以为我们家就那么点豆子的话 那么你们真的太天真了 现在要去我老舅家 因为我们家还有不少豆子放在他家了 然后 是我老叔家 对,我说错了,刚回来不了解形势 然后还有很多放在我其他亲属家都有 现在第一件事情去我老叔家 我们现在就出发 到那边你们去看一下 这是老叔家 妈妈,我没得给你,我这个要扛 好,我没得 没有人啊 没有人啊 老叔家这房子也要冻钱了 嗯 那边是倒的 都倒了吧 那边也倒的 哪个还倒的 那里边都倒的 那里边都倒的 倒了 一会儿在豆子给摸起来啊 里有土的 那一块 那里 那里有土的 那啥 那里有开 开通机 又开 要不是 用嘛 慢点慢点 再来 再来 这玩乐 这啥呢 这拿着 这这这找 你揍我 这台 还得了 你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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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那花 一二 哎 我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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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看 豆子好不好 大粒 就和珍珠一样 接着去那边 那边还找了好多大人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但出个样来小金铁马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但出个未来的梦想开花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但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啊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就算在高的山也在我脚下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但出个样来小金铁马 感觉完了 感觉完了 但出个未来让梦想开花 快完工了 这个上阵父子兵啊 就是快 一会就完事了 现在往回走 我们家不是农村的 我的亲属啊 大多数也不是农村 就是我老叔的房子 我老叔的老房子 你们看那边也都建筑了 那个边就是我们县城 他们家在县城的西边 东边 我们家是在县城南边 就是我们都属于城郊的区域 这个他这边 你看这不都搬了吗 这边都已经冻牵了 他这会儿也快冻牵了 所以说我要回来要捣上豆子 这些豆子都是我们存储的 这个今年存的豆子 还算是比较赚钱嘛 所以说我现在在城里啊 就是自己的那摊马不存太好 我就回来弄这些东西 但是你这些东西都放在银家 和自己家 还有另外亲属家呢 但不是说就这点 还有呢 就是特别的麻烦银家 不方便 还得自己啊 这个到农村去买房 要弄大地方 要建大库房 那样比较方便 明天啊 我就去这个 找这个库房去了 还有点活没干完 我点帮我父亲赶紧给弄完 我父亲的体力比我好 你看我扛都扛不动 我只能粥 我父亲可以扛 这个正些年没干过体力活 确实是我 我父亲这日都碎人了 真不容易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